親自已登入 心情 親自已登入 OK 大家好 我是Liu 那我們今天要聊完的就是這一次的新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簡單的來説就是 他目前是在第1層嘛 然後一共有分三層 那我們主要就是要找到下去下一層的樓梯 對 會在這些非常多的問號裡面 然後我們找到落地桌城到下一層 然後最多就到第三層 那每一層的話呢總共有20個 然後每個都會有不同類型的事件 那也包含什麼寶箱Boss或者是任務 還有要打一些怪物之類的 然後呢這個活動最吸引人的 也不能這樣講就是 有一個要花錢的呢就是好像會有一個販賣機 會隨機出現在這個格子裡面 那我們待會再看看這些販賣機有賣什麼東西好了 因為好像每個販賣機賣的東西都不一樣 然後我是聽說有賣金幣 然後又可以用鑽石或者是直接用台幣買的啦 對那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到底是賣什麼葫蘆好了 OK那我們就先快轉把第一層的格子全部打完 然後我們待會見 啊這怪物怎麼... 我剛才在想說這怪物會不會很強 這也太佛心了吧 是因為這... 我們發現神幣發賣機了 啊好快喔 我們在第一格就發現 我前面其實已經有先採兩個了 然後這應該算第三個 第三個就採到販賣機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販賣機有賣什麼東西好了 販賣機還有時間啦 只有兩個小時 這就是用這種消失倒數計時的這個壓力 讓你趕快的把錢花下去 不讓你有思考的機會 好我們看一下兩萬塊可以拿到技能書 然後五百賺 六張如果直接買的話是五百七十賺 意思就是說呢便宜七十賺 然後還送你下面這一些 雖然下面這些真的沒有很好啦 然後再來就是一百七十塊台幣 是給你十張等於九百五十賺 然後還有三張的金招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划算的 好我們等一下把每一層的發賣機都開完之後 我們再一次買好了 OK那我們就先繼續殘 魚彩 好那我們第一層算是走完了 不過呢 因為這個王者挑戰的話要活力 然後目前活力是不太夠 所以我可能等到明天再把它刷一刷吧 那至於這個的話 欸 好那各位稍等一下 我把它買起來 OK我們買起來了 好那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一百七十而已 OK那我們才能往下走 不對啊還要五次 欸怎麼這麼麻煩啊 好那我們把它解一解吧 簡單這樣就結束了 好 好隱藏敵人挑戰後可獲得獎勵 OK 好險他怪物設定很簡單啊 好像東西耶 不要免費的啦 免費的就 就這樣子吧 欸隱藏鑽石 喔好大一拖 喔打完一個敵人又有一個敵人 好然後對決賽的話 因為現在是假日齁 所以沒有辦法打對決賽 我們禮拜一再打好了 OK那我們得到下一層 來吧 反正 應該是對啦 他隨時都可以再回去 對OK 那我們就再繼續快轉 到我們找到這一層的發賣機為止 我們從來不見的 玩家裡 是要大的 我會不會有一個人的地方 是要有一個人的地方 每次都可以再扮裂 一層的地方 那一層的地方 我會不會有一個人的地方 你會不會有一個人的地方 在這層的地方 好 看到販賣機了 好 看到販賣機了 看到販賣機了 我們先往下踩一下 隱藏兼幣有多少 我猜3萬 2萬1阿 五場協會勝利好險這個我打過 所以他不只 他一城不只會有一台販賣機是不是 他有兩台阿 他可以開在一起阿互搶生意阿跟那個 全家7跟便利商店一樣 都喜歡開在一起阿 好我看一下喔 2萬金幣的話是換這個青燕藥水 好了畢竟是金幣而已不要太想求 然後SSR碎片認譽 那個簡訊的話 他那個電話是台灣大哥大的電話 對所以不是我的電話各位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還蠻多人都會說就是我的電話外 那個是台灣大哥大的電話對你打去的話 會台灣大哥大您好 對那不是我的電話好我們看一下 背心大師弟弟王疫苗人阿修羅和誰呢 有阿修羅耶 雖然我根本完全抽不到他 但是我覺得他順便可以囤耶 簡單來講如果我們一個SSR 順便算300的話其實是還蠻划算 不過這個190塊 因為我是抽不到獨角仙 我覺得如果要抽到獨角仙 可能不知道我覺得可能還要非常久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可以先不用買 那我們看另一個好這一個 這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一樣是補給券 然後金幣好像都是給經驗藥水 然後鑽石是6張 190塊是10張 我覺得這個好像可以買 喔我現在是不買的話 我就只能走這裡是不是 左邊要打15次 我完全沒體力 所以我只能買 而且我還只能買下面這台阿 下面這台不會讓我過阿 好那我覺得 我們還是直接買經驗水就好了好不好 這個我買經驗水就好 這個我買經驗水就好 不管 休想推我入客 好那這個 對決賽要打8次 不對阿今天是假日不能打對決賽阿 好我決定先把這個買起來 我們先把這個190的禮包買起來 順便看看這個發賣機底下 是不是樓梯好不好 OK那我們買了 好那看起來發賣機裡面是沒有階梯的 那就宣布著 好我們去調查好了 我覺得說不定他在裡面 好不好 我覺得說不定他在調查裡面 OK 各位稍等我一下 OK21次 拜託 階梯 謝 那各位稍等一下 我把15次王者挑戰打完 OK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 第三層是什麼東西 好那我們終於打完15場首領了 我的天阿怎麼這麼久阿 好那我們就直接繼續探索囉 拜託讓我找到下 他也要打5場 災難下一次要12分鐘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兩個 其中一格了好不好 我相信應該就是那個災難 或者是那個箱子底下有一個階梯好不好 今天至少要進到第三層 OK 好的那我們已經打完 再再來 哇 我們已經等完了齁 十 十幾 剛剛說十幾分鐘來著 OK沒關係反正我們已經打完了 我們就直接繼續探索吧 拜託拜託會有階梯 拜託 拜託 欸我身心卡欸 好讚喔 這免費身心卡還有經驗水 喔可以可以可以 拜託 希望是這一個好不好 拜託不要剩那兩個 因為一個目前假日完全不可能剪 一個的話 要明天才能剪阿 沒有活力阿 來吧 Fuck 好 為了解這個任務 我決定直接買這個 OK 這樣子我們就有活力 等一下直接再刷五場 我覺得應該就是那一個 OK 我們有180活力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吧 好的 那我們剛剛 終於 打完了 拜託 拜託就是這一個老包 如果這個不是的話 我就白買了 我得被了解阿 拜託 希望我的三百多塊 是花的值得 就是這一個 階梯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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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他不是階梯嗎 呃 這個是還不錯阿 但是 這個是還不錯 但是階梯勒 不是 唉唷 心好痛 不是阿 我 他媽開到最後一個 唯一一個我不可能完成的東西 結果他是第三層的階梯 好 我們想到後天 平日的時候 對決賽開放的時候 就是平日的時候 再把這巴刺倒 基本上一天就可以解決了啦 前提是 要是平日 因為目前假日的話 在打小鼠賽 是沒辦法打的 OK 兩天後見 OK我們回來了 那今天已經是禮拜一了 然後呢 倒霉如我 終於等到了 對決賽開放的時候 那我們已經打完了 OK 那我就可以去下一層了 沒錯 下一層 迷宮的階梯 就在第二層的最後一個 才踩到 OK 沒關係 至少我們還是順利的過來了 我看一下喔 協會勝利 OK這個可以直接過 我們先領寶箱 經驗挑戰券 還不錯耶 我要送的東西不差 我們先往下走 唉唷 隱藏寶箱 又一個 虧張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用得到我們用得到 好 再來再來 我覺得我的任務 應該都解完了 感覺啦 我們拿到販賣機了 好我們待會再過來看 一樣是兩個小時 我們待會再過來看 好 那繼續 繼續探索 這裡一個寶箱 我們看一下什麼東西 補給券耶 好佛喔 又一個寶箱 這個一樣是補給券 配件的 繼續走 這裡一個隱藏寶箱 我想要怎麼會發光了耶 寶箱是 一樣是迴章 隱藏鑽石 70鑽 比較多耶 好我們繼續 OK那 繼續探索 又一台 所以第三層一樣有兩台 跟第二層一樣都有兩台 我又看到我的惡夢對決賽啦 沒關係這個 我們今天已經打完了 今天就先不打 已經沒有嘗試了 好我們先往上走 雜物刷新券 這個也有了 多虧了那個第二層的對決賽 讓我們能夠 把第三層的東西幾乎都已經先打完了 隱藏金幣 多一點多一點多一點 4萬 可以啊可以 繼續探索 這裡一個寶箱 這個是卡片刷新 我想說怎麼沒聲音啊 我忘了開啦 好我們繼續 繼續探索 這個 差兩次 按一按吧 來一個 身心卡 耶 OK 然後身心卡了 收工 直接落跑 欸 欸不對啊 我們下面就開啦 好他們格子底下沒有什麼隱藏的東西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紅色的寶箱 這是 還有十個徽章耶 OKOK 那全部就只剩下這個對決賽 差 6場 應該明天就可以打完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第三層的販賣技有什麼 先看第一個 490 有點貴啊 30張是2850賺 以2850賺來講 如果以直接買來講 你買中間就已經比較划算了 因為255賺而已 然後 用490元買是多了20個技能書啦 490是105經費 1050賺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好這我們考慮一下 那我們看下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是 這個比較便宜喔 1050塊結個三星輸出嗎 然後高級英雄和高級怪人的征服券 各一個 欸279一個輸出印記好像 好像有點坑啊 我們直接用金幣買這個就好了 好我們直接用金幣買就好 我看一下 第一層是不是我們還有沒解 看一下解完了沒 這個解完了 唉唷 發現了一個隱藏金幣 回頭是金阿 21000 第一層乾淨了 第二層也乾淨了 OK 待了這麼久 怎麼可能不乾淨了 第三層剩兩個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迷宮泰民的一個活動過程 那聽說禮拜三要出 獨角先的定向UP 然後我應該也會抽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自己目前是 不管怎麼抽 就是抽不到阿修羅 所以我覺得 趁了這個機會一定會抽 然後目前是152張紅券 那我現在是79等 80等以後呢 可以購買一個80等的禮包 然後禮包裡面 我記得沒錯的話是有紅券的 所以等我買了之後呢 我們一定就會有180張的紅券 那等到獨角先的定向UP 開放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180頭保底 反正我覺得那什麼限時角阿 定向UP 都要有抽買180抽 拿保底的系列準備 對 所以我應該會先準備180張 然後等到獨角先定向出來之後 再來拚 OK 因為我完全不相信 在沒有定向保底的情況下 有辦法直接從這裡面抽出來 或者是從經營招募 就更不可能阿 好不好 這根本是impossible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活動的過程 然後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就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連續分享他的IG記得幫我自動一下 OK那我是利歐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